詞曲 contemporaneen 詞曲 櫻宏 詞曲 初音ミク 詞曲 初音ミク 天氣黑 誰都不能看見誰 除非僅僅以為 我讓自己喝醉 沒有你我就不能入睡 整夜又整夜徘徊 我說過我絕對不會後悔 寂寞是被原諒的罪 愛情怎麼讓每個人都心碎 怎麼去安慰 愛情怎麼讓每個人都流淚 天氣黑 誰都不能看見誰 除非僅僅以為 我讓自己喝醉 沒有你我就不能入睡 整夜又整夜徘徊 我說過我絕對不會後悔 寂寞是被原諒的罪 愛情怎麼讓每個人都心碎 怎麼去安慰 愛情怎麼讓每個人都流淚 愛情流淚 愛情怎麼編 愛情怎麼編呆 愛情怎麼編 愛情 stadium together 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 寂寞是被原谅的罪 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 怎么去安慰 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 你的泪弹上我的脸 从此就再也说不出 我爱谁 耶 哇刚刚那首歌真的太好听了对不对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四爱K歌的节目新气话 九四爱Cover 经典的选秀歌曲串烧 我是刚果黑美人 今天呢我们总共会集结三首就是最经典的选秀歌曲 然后唱给大家听 那有哪些是你听过的呢 或是有哪些你觉得也很经典当我们怎么没有翻唱到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好那刚刚呢我们第一位小编克力丝丁已经演唱完了让每个人都心碎 那现在我们就来稍稍的访问一下我们克力丝丁小编 哈喽克力丝丁 哈喽你好 请问刚才你演唱的是黄大伟的让每个人都心碎是吗 是的 我觉得刚刚真是太好听了 配上你那个有点低沉的烟酒嗓 就仿佛你真的经历了很多故事的感觉 可是我没有喝 我没有喝酒也没有抽 你没有喝酒 不知道为什么声音会一样 天生的 那第一个就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你会想唱这首歌好了 因为当初听到的话是那时候是张慧妹唱的嘛 那张慧妹唱的时候 然后肖建成在选秀的节目的时候也有翻唱 那她那时候唱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好好听哦 然后我就一直去回放 花她所唱的 然后还有其他人cover的版本 通常觉得每个人唱的都不一样 然后我就想说 我自己也唱唱看 所以就学了这首让每个人都心碎 对 我觉得你把它诠释的蛮好的耶 你仿佛就是一个就是酒馆的人 在说这首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一个就是助唱 然后真的在说的属于自己的故事 不要误会好不好 就是酒就是助唱嘛 就是那种会说故事的人 用歌声说故事 酒吧 不是酒店 不是 酒吧 好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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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这首歌感觉是需要 就是不管是红大伟的版本 还是江慧妹的版本 感觉都是需要运用到一些歌唱技巧的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是如何就是在 放情感进去的途中 又同时掌握 要怎么样才能同时掌握好 那个歌唱技巧 然后兼顾着这首歌的情感 因为我那时我唱比如说 我都会回想一些童年往事 童年往事 对 回忆期往事 然后一边想着歌词的内容 然后又一边 用讲故事的心态去 去弹 然后去唱 对 然后心中就有一些画面 然后会 有时候唱到最后可能会忍不住 那个眼眶 伴累之类 原来是经历到这么多故事的人啊 对 好像谈过很多恋爱这样子 好羡慕你喔 那你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分享一下 先不用了 啊对对 总之就是有蛮多故事可以 对对 让你回想 而且本身我自己又喜欢唱歌 对唱歌就是非常的喜爱这样子 各种歌都唱 对 有因为我刚刚有听到 就是你在一些尖奏的时候 然后你那个尾音又拉得超好的 然后 就是那种招 就是跟讲 哇 我在旁边听到如痴如醉呢 啊 是是是 对 好那 好 谢谢克里斯丁 我们介绍就是你跟这首歌的渊源 原来就是渊源那么深 难怪你 我觉得你就是讲过这首歌 长得很好 可不可以操演 要拿我洗水给你吗 没事没事 就自己酝酿一下 好 那很快的 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首歌了 第二首歌也很经典 让我们欢迎小编永灵 为我们带来 我爱的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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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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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们的故事不会太曲折 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 陪我没有了她的人生 像家里也只累的等等 她做了她觉得对的选择 她做了她觉得对的选择 我只好祝福她真的对了 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 谁还能要我怎样呢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他心里每一针都属于另一个人 他真幸福 幸福的真残忍 让我有爱又恨 他的爱怎么那么深 我爱的人 他已有了爱人 他们的眼神 捉迷了我不可能 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 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 我只好束缚他真的对了 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 谁还能要我怎样呢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他心里每一针都属于另一个人 他真幸福 幸福的真残忍 让我有爱又恨 让我有爱又恨 他的爱怎么那么深 我爱的人 他已有了爱人 从他们的眼神 说明了我不可能 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 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每当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每当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看不出你居然这么会唱 其实有在学唱歌啦 不好意思 就是从前几个礼拜听你一直在那边讲 就想说你到底有什么能耐啊之类的 结果很会唱 我没有到这么会唱啦 不好意思 我没有鄙视就想说 讲这么多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唱 没想到今天 对 真的 谢谢你们 受宠认 还是你有想去KTV 没有 我都是自己在家里宰唱 怎么这么厉害啊 真的很厉害 哇 谢谢你的话讲 好那个哦 好开心哦 你是有经历过这样子吗 是吗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来采访下我们永恋好了 你今天唱的是 你今天想诠释的是陈小春的版本 还是林又嘉的版本 当然是林又嘉的啊 因为我们这一代听的都是林又嘉的版本 你跟我是同一代的吗 我是同一代的吗 大家都一定都有看过那个超级星光大道啊 然后林又嘉当初就是唱 19岁的时候唱这首歌 然后就统起来 然后到现在变成就是友台的那个 叉灵之王的评审 哇 就一路看他这样子长大啊 我们也跟着长大了 就觉得这首歌非常值得来回味一下 所以你选这首歌是想说你现在这样 我们在我们94艾Cover唱完了 你也可以就是一炮而红 然后成为就是音乐节目的就是评审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 那一大堆人都可以变成一生了好不好 是不是 所以你选这首歌只是就是 就是很 就是觉得自己这样一路看着林又嘉这样子一步一步成长 对啊 就觉得很感动 诶好吃是不是 那我也来吃一个好不好 我从刚刚讲到现在都没有吃到东西 你们就在我面前去交换饼干啊 嗯 味道很好吃 那我突然想要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等一下 然后把他吞掉 好 那请问你的人生中有过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这种经验吗 哇 哇 谢谢 我也是在谷浪了 今天自己要唱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有费刺的情况吧 我还好诶 是吗 你确定吗 我觉得还好 好啊 那你比较幸运一点 就是你喜欢的人都喜欢 是这样说吗 等一下 直接在一起 这样是不是 都不用那个 就不会遇到一些初心 就人生胜利主 哇 哇 哇 我突然一般人大概都会有这个就是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这种想法 所以你在唱唱歌的时候 也是心里想着某个 某段故事在诠释吗 对啊 所以才可以唱得这么深情 那不如换你 你要不要跟观众分享一下 就是处理你的这个故事 我的故事就藏在我的心里就好 就是不要 大家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我们没有兴趣啊 你只要讲我们都愿意听嘛 我们就是你们的心诗垃圾桶啊 心诗垃圾桶 哇 主持人今天身兼好多功 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心诗想跟我分享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就可以就是 就是 可以叫什么 投稿是不是 投稿 心灵投稿 心灵垃圾桶 我就会开一个新的节目叫 心灵鸡汤 这样 他好像是一本书 他是书没书 一本书 是吧 好啦好啦 那既然你不愿意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就先谢谢你 为我们带来这首精彩的表演 证明你们是真的会唱歌呢 要 需要再努力啊 好啦好啦 你自己知道就好 好 那来 我们第三首 欸 就是最近才刚出门 我觉得很红欸 很厉害 对 我们第三首 我们先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小编 Tina 为我们带来 就是周杰伦跟阿信的 说好不哭 耶 耶 便是她的 寻思 没有了联络 后来的生活 过多事听别人说 说你怎么了 说你怎么过 放不下的人是我 人多的时候 就待在角落 就怕别人问起我 你们怎么了 你低着头 扑着我 连保险都没有 电话开始多 总不对我说 不习惯一个人生活 离开我以后 要我好好过 怕打扰上自由的我 都这个时候 你还在意着 别人是怎么 怎么看我的 拼命解释着 不是我的错 是你要走 眼看着你难过 挽留的话却没有说 你会微笑放手 说好不哭让我走 电话开始多 怎么不对我说 不习惯一个人生活 离开我以后 要我好好过 怕打扰上自由的我 都这个时候 你还在意着 不习惯一个人生活 别人是怎么 怎么看我的 别人是怎么怎么看我的 拼命解释着 不是我的错 是你要走 你会微笑放手 说好不哭让我走 你什么都没有 却还为我的梦加油 心疼过了多久后 还在找理由 等我 好精彩哦 我看着你难过 我 好算了 我没有默契 我没有默契的 我不会在歌子上 不会背到 我可能要先拿出手机 跟你对一下 好啦 那我们先 就是问你最简单的 就是我们最基本 必问的 为什么会想选这首歌啊 就是最近真的很红 就是网路上爬文 爬一爬 就十个九个半 都在伴唱这首歌 那你为什么想唱这首歌呢 第一个一定是因为 最近刚出 而且他跟阿兴是蛮意料之外的 就是大家没有想到 他跟阿兴 跟阿兴 然后加上 他的旋律 很简单明了 然后 他的歌词很直白 就是从他的歌词 通常都是指导到人家心里 嗯 对 然后 其实是在讲一个 嗯 就是 男女 其实是很想爱 但是 可能 你会为了你的梦想 或者是 你要做了 就是人生一定要做的事情 你要去奋斗的时候 你一定要 是不是一定要分开的时候 对 的这个 这个情况 然后 就是最 最让我感动的是 就是最后一句 就是心疼你过了多久 就是你还在找你以后等我 就是很多 就是情侣会 会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 就是女生会 不一定女生 男生有可能就是 会为了另一半 就是不管 他所缘的女孩 可是你就会自己 给自己找你以后 然后为了要去等他 这样 我觉得我真的 深屈的才艺 我觉得他讲得好深刻 对啊 你把前面两个文件 就逼下去了 对啊 其实你真的遇到 有遇到 有遇到事情的就是 所以 对 所以你唱这首歌都是假的 你才是真的 你才是真的 你都叫 其实是他失恋 在身边 猛的在那边 身边很突然 那可以给朋友 好好用 那所以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你这么有感情 在唱什么 你心里在想的是 也是你的某一段故事吗 还好 没有跟你讲 这真的是 这场的真是身边 很多这种故事 我想说你应该要把 他就是有一个 说书人的概念 好 要你讲 还有一句怎么讲 就是 其中有一句说什么 嗯 说什么 说好 说好不可 说 说 说你爱我 就是别人 就是 无论别人 就是 无论别人怎么说 然后你都会 为了你 离开你的那一半 找理由 跟他说 是我的错 是我要离开 不是他要走的 是我跟他说我要走的 所以一直跟旁人解释 就是说是我的错 不是他的错 就是真的超常见到这种状况 就是很 就是很 很 很有感觉 好 好 不要讲到 我可以理解啦 对啊 大家都可以 大家有懂就好 就记得 等一下 在旁边 不要在旁边 不要 尽量不要戳到他这一块 没错 那如果想要安慰他 还是就在下面给你们他的联络方式 他叫Tina Tina 小编Tina 可以在下面留言 就是安慰他 不一桃 对 好 好 欸 他好了 他很快 就是他的故事 可是啊 这首歌是 就是周杰伦跟阿兴一场 那可是刚刚 我们是由你一个人完成了 那你觉得 你这个同时 身兼周杰伦跟阿兴 就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还是你觉得 这首歌就是一个人 可以handle得了啊 这就是我一个人的歌 这样子 我觉得我一个人唱来 比他们两个人合唱好 等一下 等一下 站起来喔 不行喔 不行 这样子喔 对 欸是上意喔 真的是上意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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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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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记起来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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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我黑我 已经很黑了 今天最黑的就是他 好啦 只想问你 就是这样子 一个人诠释 原本是有两个合唱的歌 会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其实这首歌本来就是 可以一个人唱 对啊 可是我觉得周杰伦是为了 要让大家有个惊喜感 所以才带来阿兴出来 因为他其实原本 第一段自己唱 嗯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可能 而且其实大家 合作应该都是这么唱 对啊 好 谢谢你为我们带来 这么精彩的歌曲表演 耶 哈啰大家 所以阿 如果你也是喜欢自弹自唱的各种好手 不要因为没有被发到这个 节目的通告而感到难过 没关系 你还有机会 有机会了 你只要上传自己的自弹自唱的影片到YouTube 然后再把我们这个YouTube的连结呢 传给我们94爱K歌的小编 就传到这个粉丝专页 就有机会可以再拥有百万粉丝的 三立新闻粉丝团露出哦 让更多人认识你 太好了吧 对啊 一泡耳红的机会就在这个节目 你知道吗 好 红起来 对 另外我们也要特别感谢 0.3音乐教室 提供给我们这么棒的场地 让我们可以录这个新计划的第一集 耶 新的神社的开始呢 没错 那大家 94爱K歌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 我是蓝花的磅礴 某一刻 你的空长留了我 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 谣言的让人想哭 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 总在孤单时候 调望野口 我可以 我可以 你们怎么能玩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像影子追着过梦游 我可以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每当我为你抬起头 连眼泪都觉得自由 有的爱像阳光轻弱 别拥有 别拥有 我被那个麦香绿塔锁头了